拍起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? 哇! 哈囉,大家好,我是小編 那這個禮拜7月3號日服更新之後 推出了一個新的這個武器箱 叫做肯恩返王的這個武器箱 那大家應該可以在這個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這個要1200鑽 好,那你可以去拼一個從高級到傳說的這個武器 那購買方式你可以選擇用這種 像這個月監包啦 它裡面會給你2000鑽跟100個這個龍鑽 好,那它是賣1200多 那2000鑽裡面你可以把你的錢再拿去購買其他的東西 那也可以直接來入手這個武器箱 好,那像小編的話我其實我就剛才原本有用一些鑽去買那個龍鑽箱 那如果不買龍鑽箱也可以改買這種龍之戰利品箱 好,那後來我是有補了一些鑽箱 那不過有人先抽過了這個武器箱之後 發現它的這個機率好像對,有點精美喔 不過為了小編自己也要驗證一下 說這個東西它到底值不值得買 所以我就給它入手了一箱 來,我們看一下 好,這個價錢這個不便宜啊 它的機率有2%是祝福或詛咒的這個武卷 這2%喔 好,那81%都是綠裝 所以大部分人通通常是抽到這個 那藍裝是19.4% 算19.5% 紅裝的話是0.5% 紙裝0.01% 機率看起來很高喔 但是它,對,畢竟要1200賺的這個東西 來,我們來看一下喔 開起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哇 GG 哇,給了一把小日本啊 哇,真的當場GG了 哇,這個機率你敢信 1200賺買一個小日本 結果只能賣30賺 哇,這個真的虧大了虧大了 這個真的虧大了 好,那以上呢 這個是不是 是正面工商還是負面工商 就可以大家自己去判斷了喔 好,我是小編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